今日小米集团在港交所公告 2019年9月2日董事会正式决议 行使股份购回授权以布施案最高总价120亿港元 于公开市场购回股份 董事会可能会根据市况进一步行使股份购回授权 小米集团股价在9月2日再度创出历史新低 较发行价跌去过半 年初迄今累跌约36% 总市值仅剩2001亿 相比上市出的最高点22.2港元而言 小米已经暴跌60%